一山計劃目前我想是一個大的方向 希望是能夠為國內來留住優秀的人才 也希望能夠去網羅這些國外的頂尖人才 來提升整個高校發展的這樣的一個品質 我想對於這樣的一個計劃 基本上它是不會單獨限制在 這個比較單一的這些年齡層或是一個直筆 也不會受限於這些所謂理工等等的這個領域 我們在整個範圍裡面特別是說 它是兼顧到兼級教學儀這些學術研究 那我想這些也會相信在未來各項的座談裡面 大家也應該會幫忙在一起來做各方面的這種提議跟思考 再召集我們相關的這些不同我們說代表的學者專家 包括我們校長包含年輕的學者一起來討論 也希望我想這個大的方向 還有政府來投資這個資源 其實目標還是希望能夠支持台灣高校面對國際的一個競爭 大師的資源 是一種類的資源 如果真是一種類的資源 也可以支持台灣高校地的資源 清理工資源 至少都沒能夠支持黨 所以才能夠支持她 而是一個競爭 這樣就可以